马英九前总统访问大陆第二天 会见江苏省委书记姓常新 他在这样的正式场合公开提及 自己曾是台湾总统 马英九也重申两岸要心灵气和 建立互信来避免战争风险 对比大陆过往总是采用台湾前领导人等等 能够避开敏感性的称呼 这一回倒是很包容 马英九多次提到自己曾是总统的身份 马英九在会见中也搬出老婆周美清来拉近距离 这一天在南京的行程 马英九可以说是走到哪都吸引满满民众 人行到快被塞爆 许多人拿出手机来抢拍 马英九这一次到的地方就会像现在这样子 有很多人挤在这边像是万人空巷般 特别前来希望能够看到马英九一眼 一整天马不停蹄街店造访南京总统府 第二历史导案馆等地 出入都有多名保镖贴身戒备 展现十足高规格待遇 接着综合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别吃 五个 essential 此中 二人提起 大概是ENT 赌卖 könnten 谢谢大家